全油管最快新闻,俄罗斯政府发布公告,宣布颁布禁止大米出口的临时禁令,有效期至2023年底。 禁令不包括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南澳塞T和阿布哈兹,也允许人道主义援助或经俄国际转运的大米出口。 该禁令是为了维护国内市场的稳定。 去年发生的水电设施事故导致大米产量下降,俄方为保证国内供应而临时禁止出口大米。 普京在峰会上提到,俄罗斯今年预计将创下粮食产量记录,并计划向六个非洲国家无偿提供粮食援助,以替代乌克兰的粮食。 俄罗斯去年共出口6000万吨粮食,其中4800万吨是小麦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